博士顿凯尔特人队 2008,是夺冠次数最多的NBA球队,博士顿凯尔特人队是NBA联盟历史最悠久,荣誉最多,球星最多的资球队,经过08年夺冠后,凯尔特人队经历了重建,但是非常迅速,再上萨迹重新回到东部第一的位置,那么本萨迹凯尔特人队的前景如何? 一,下季球队补强情况签约情况,四年5200万美元去约马库斯斯纳特,两年1065万美元签约阿龙贝恩斯,四年927万美元签约罗伯特威迪姆斯,两年294万美元签约甲巴尔伯德, 二,阵容分析首发阵容,控球后位欧文,得分后位杰伦布朗,向前锋海博德,打前锋霍伏德,中锋贝恩斯主要替补阵容,塔图姆,罗奇尔,马库斯斯马特,马库斯莫利斯,亚布塞兰,罗伯特威廉姆斯,加巴尔伯德等等阵容分析, 博士顿开尔特人阵容应该是非常均衡且强大的,而且非常年轻有潜力,首先,首发阵容由全明星球员欧文和海博德,霍伏德领衔三巨头,加上强力的炭花秀杰伦布朗,中锋蓝领肉对贝恩斯,这套首发阵容,在东部几乎无人能敌,其次替补阵容, 尤塔图姆,罗奇尔,马库斯斯马特三大青年才聚领衔,几乎就是东部其他球队的首发阵容,综合来看,开尔特人水力强劲且非常均衡,再加上上帅史蒂文斯的指导,这支球队的前途非常光明。 三,东部竞争情况,即下三季预测在东部球队中,波士顿凯尔特人的直接竞争对手,应该是费城七十六人和多伦多猛龙队,三支球队谁在竞争中胜出,就能代表东部出战总决赛,新赛季预测波士顿凯尔特人,能够取得60加胜利,位列东部第一,并代表东部出战总决赛。 各位球迷朋友还有什么好的建议,请评论区分享。